你别过来 阿尔西 来吧阿尔西 哈喽兄弟们 我是刘哥 今天来玩 阿帕奇所出的这款领袖之正 三变的黑寡妇 这款产品呢 也算是阿帕奇的第一个原创的产品 然后呢看到 好多好多UP主都已经做过视频了 热度应该大不如前了 但是毕竟是我最爱的领袖之正 而且也是黑寡妇这样一个女性的角色 所以说二话不说 花215块钱拿下 并且给兄弟们拍个视频 那么这款产品呢 我也会单独再多买一个 给兄弟们当做抽奖的奖品 具体的关注我的动态即可 好言归正传 这次的盒子呢 设计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正反两面这个图彗呢 做的不错 然后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 来进行包装的 哦是这样子一个海绵哦 然后我们的黑寡妇啊 头抬的高高的身体给她拿 哦哦哦它腿是这样弯着 我还为腿断了一边啊 头放下来 嗯四肢非常的苗条啊 然后旁边呢就是各三个的猪腿 这个是长的猪腿 上面还有三根短的猪腿 好那么这款黑寡妇呢 我已经装上了这个三个猪腿的版本 简单摆了一个pose啊 高度有16公分 这边拿出出版的这款阿尔西放在一起 当然也是阿帕奇的版本啊 两者站在一起会发现 这款阿尔西已经偏大了 但是呢居然比它还矮了一个头啊 呃这个比例我不知道对不对了 反正这款黑寡妇肯定是做的大了一些 但是我对这个尺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的 然后呢两者站在一起啊 身材肯定是阿尔西更顶了 黑寡妇输的简直是体无完肤了 然后表情方面呢 那这款出版的阿尔西也面带一个微笑 我觉得也更加的舒服一点 如果这款阿帕奇的黑寡妇 也做出一种轻蔑的笑容的话 我觉得更加的喜欢 现在这个有点呆的表情 那两位美女站在一起 不知道兄弟们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通过数字来投个票吧 接着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这款黑寡妇的外观造型 兄弟们也可以打一个分数 我个人可以给个8.5分 作为阿帕奇家的首款原创产品 有这样子的完成度 我个人还算是比较的满意 除了上半身这个胸腰缝隙太大之外 整体的身形 我觉得还是OK的刻画的有模有样的 不过涂装跟做工方面 放在官方产品里面是没有什么违和度了 但是如果放在第三方厂家里面 就被其他家给比下去了 希望往后呢 还能够做得更加的好一点啊 不过毕竟这款产品 弥补了官方那款垃圾的黑寡妇 所造成的巨大的遗憾 让整个领袖之政的玩具线 变得更加的完整 所以说我个人对这款产品 还是相当喜欢的 而这款黑寡妇呢 还能切换另外一种形态 就是把它这个小的背包 给它拔掉 然后这块黑色的盖板 咱们给它拔开来 用力的推到底不能动为止 拿出这个长的猪腿 给它扣在这边的凹洞之中 那么装上了六根大猪腿之后 虽然说占地面积瞬间陡增 但颜值和霸气度 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相信没有多少兄弟 能够抗拒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啊 而且由于猪腿够长 背后的两根 完全可以当做支撑杆来使用 这样子各种妩媚噩噩的pose 就能够摆出来了 各位老色批自由发挥吧 也可以把猪腿全部冲前 算是一个攻击模式 弥补了这款产品 没有武器的遗憾 可动性方面 首先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抬头角度挺大的 低头OK 侧头也可以 360度旋转无压力 来看一下它的头雕啊 其实刻画的还可以 就是这个嘴巴 感觉都是嘟嘟的在卖萌 如果能够换上一个坏笑的表情 我觉得更有神韵一些 稍微有些可惜啊 然后手臂的部分 360度旋转是一个球形关节 平台方面的话呢 并不到90度 然后这边根部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是可以把它拆开来的 这个样子活动范围 可能就会更大一点啊 但是个人并不太建议 手肘弯具的话 这边一个球关 这里呢 还有一个关节 所以说它是可以达到 180度的弯曲的 这边球关 左右旋转也是OK的 然后呢 手部这里啊 是一个球形关节 也可以进行旋转 这个手 我觉得刻画的 也是有一点愣 如果能够换一个握拳手 或者这样摊掌的手 就好了 腰部这块 活动性非常大 旋转的也是通过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它下面这个腰啊 是不能够旋转的 这块你看缝隙比较大 也是为了照顾到可动啊 然后呢背后的这个猪腿呢 360度旋转没有问题 这边一节 两节 活动角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材质啊 也非常的有韧性 下半身 裙甲可以挑高到90度 也可以往后收 那么脚步呢 首先往前踢的话 是可以超过90度的 后踢调整好位置 也能超过90度 侧踢的范围并不是很大 而且还会有点回弹 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大概是70度左右 大腿位置360度旋转 膝盖弯曲的话90度 脚步并没有接地性 有些可惜 然后呢 这块是变形关系 至于垂地 pose 可以摆摆的也算是标准 就是它这个手啊 并没有握拳手 所以说做起来有一些怪怪的 好 接下来演示它的变形过程 第二种形态 有点像是人猪的形态啊 就是这边脚后跟给它收进去 然后呢 把这边后小腿 给它往上推 左右两边呢 根据这边的根部的结合关节 给它结合住 整个腿部尽量往上折 再把这边侧裙甲呢 给它往上挑 搭拉在旁边 最后一步就是把猪腿 给它调整好位置 那这个第二种形态 蜘蛛女王的形态啊 究竟变形完成了变形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就是把腿部折下 然后裙甲包下就好了 然后这裙甲呢 并没有卡扣式 稍微有一些可惜的 但是也就算了 然后呢 这个整个的完成度 还是相当高的 毕竟动画里面 它就是这个样子 咱们也不能要求过高 就是把腿给包了一下嘛 那这样你看 架势非常足啊 阿尔西 阿尔西 杰克 我来了 哇 这种童年阴影就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拿出这款出版的阿尔西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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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西 来吧 阿尔西 你别过来 啊 nice 最后再来变一下直升机的形态 先把后面的猪腿这个拔掉 然后呢 把这边裙甲掰开来 把这个腿啊 继续给它恢复到位 把它插进这边的前面的膝盖的位置 给它变长来 手部非常简单 你看 从侧边来看一下就很明显了 就是这样子 给它往上折之后呢 自然而然就拼成了 一个直升机的一个侧面 我们把肩膀位置 这边两个卡扣 给它松脱开来 然后呢 把这边背包位置啊 也有个卡扣 松脱一下 整个的上半身 这边旋转180度 然后把这边底下这块板件 给它用力的给它伸出来 那现在做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首先 先把这边给它弯一下 整个的这里弯曲过来 再给它弯过来 哇 正着好呢 就拼成了一个直升机的前半部分了 咱们把这边 手部呢 给它往前旋转 你看 正好呢 就可以扣在这边侧边 卡扣突起凹槽 前后啊 各有一个 给它扣紧 直升机前半部分的变出来了 然后呢 再把这边给它旋转个180度 这边注意了 就是需要把这边腿啊 给它往上掰 可以看到这边的突起 跟小腿内侧的凹槽 形成结合 两边都给它扣进去 现在呢 再把这边尾翼的部分 给它左右扣合住 又是做瑜伽的姿势 头在屁股位上 每次都是这样子啊 然后再把这边 给它用力的翻折下来 再把这边裙甲的位置 给它往上挑 然后呢 正好啊 就可以把这边缝隙 给它填补住了 后方这边有卡扣 给它扣紧 这样直升机的机身部分 就变好了 最后呢 悬翼啊 就是把它 这个三个小的猪腿的部分呢 给它这边 你看卡扣 给它扣紧 然后呢 再把这边给它伸直来 三个都给它伸直 那么这边 给它插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样子呢 第三种的直升机形态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这个形态 其实完成度还可以了 兄弟们 你们也可以打个分数啊 我个人可以给一个八分吧 最大的毛病呢 就是它没有这个支架 所以说呢 立不起来 只能够斜斜的 像一条鱼一样 放在桌面之上 但是三变的形态啊 能够做出来 我觉得也算是不错 重点是变形 如此的简单 可玩性 还算是相当的好啊 然后呢 和缝方面呢 还算可以 而且它全身 基本上都是黑色 所以说呢 看起来完成度 也会更高一点 其实这边还是 略微有一点点小小的缝 但是可以接受啊 然后你看 身体整个就是做一个 超级瑜伽的姿势 但是裙甲 还有手臂啊 整个拼好之后 包括背包这边旋转一下 身体旋转一下 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变形设计 我觉得深得 领袖之证出版的精髓啊 然后呢 这边悬翼方面 当然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嗯 转的也是非常的流畅啊 就是底下没有起落架 如果有起落架 就更好了 OK 那么今天非常简单 介绍了这款阿帕奇 领袖之证 三变的黑寡妇 这款产品呢 200多块钱的价格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重点是 它的人形 载具 还有那个蜘蛛女王的形态 三种形态 都算是照顾到了 个人还算是比较的满意啊 喜欢领袖之证的迷友 大力的推荐 OK 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